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神经科学探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大脑的喜剧俱乐部 笑料中的神经活动 2.意识的迷宫 大脑里的思维迷宗 3.神经元的狂想曲 脑内的交响奇遇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大脑的喜剧俱乐部 笑料中的神经活动 各位观众、学者 以及偶尔闯入大脑剧场的迷路神经地址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脑喜剧俱乐部 一个即使在最沉闷的日子里 也能让你的神经元开怀大笑的地方 首先,让我们来探索一下 大脑中的笑话处理中心 当一则笑话进入我们的听觉系统 它首先会在大脑的语言处理区 左半球的布罗卡区和维尼克区 接受初步审查 这里的神经元们就像是一群严肃的编辑 分析笑话的语法结构和词汇含义 确保没有任何语言 错误搞乱了笑话的节奏 接下来,笑话会被送往大脑的前额页 这里是高级认知功能的所在地 也是我们的幽默感审查委员会 这些前额页神经元们会评估笑话的创意 隐喻以及是否触及了文化禁忌 如果笑话在这里通过了审查 那么它就有资格进入下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的笑话来到了大脑的边缘系统 特别是信任和 这里是情绪的加工厂 负责将笑话中的幽默元素 转化为愉悦的情绪反应 如果信任和的神经元们觉得这个笑话足够有趣 他们就会释放出多八案 让你感到快乐和兴奋 但是,幽默感并不是所有人都相同 有些人的大脑可能会在笑话传递的过程中 加入一些额外的调料 比如讽刺感或者黑色幽默 这就好比是大脑的个性化喜剧定制服务 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笑点 最后,如果一切顺利 这则笑话会激活我们的运动皮层 引发一系列复杂的面部肌肉运动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笑容 同时,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参与进来 产生那些不受控制的 有节奏的声音、笑声 不过,有时候笑话可能会在大脑中 遇到一些小插曲 比如,如果你正在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 你的前额页可能会紧急下达指令 压制住笑声的爆发 以免你在不适当的时候笑出声来 这就像是大脑的内部安全系统 确保你的社交形象 不会因为一时的快乐而崩溃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一个笑话 不妨想象一下你的大脑里 正在上演的这场喜剧 而你,就是那个拥有VIP座位的观众 享受着这场由亿万神经元 共同创造的喜剧表演 记住,不管笑话的质量如何 你的大脑都在努力为你提供 最佳的幽默体验 所以,放轻松,大笑一场 让你的神经元也跟着快乐起来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意识的迷宫,大脑里的思维迷宗 当然,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个被称为意识的迷宫的神秘领域 首先,我要警告你 这是一个让无数哲学家,科学家 甚至是世人迷失方向的地方 但别担心,我会尽力做你的思维向导 想象一下,你的大脑是一个巨大的宫殿 里面有无数的房间和走廊 这些就是你的思维路径 每个房间都装饰着不同的记忆 情感和知识 而意识,就像是这个宫殿里的灯光 只照亮了一小部分区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知道的 比实际上的要多 因为有很多房间是暗的 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那些让我们迷路的思维迷宫 有时候,你可能会在思考一个问题时 突然想起昨天的晚餐 或者是十年前在海边的一个下午 这就像是你在大脑的迷宫里走着走着 突然一个转角就带你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这些思维的跳跃 有时候是非常有用的创意火花 但有时候也会让你忘记你原本在寻找的东西 而且,大脑的迷宫里还有一些特别的房间 比如梦境 梦境就像是异式的游乐场 你可以在那里体验到最奇异的冒险 但是醒来时往往止迹的片段 这就像是迷宫的管理员 在夜间重新布置了迷宫 让你白天找不到昨晚探索过的路径 有趣的是 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会玩一些小把戏 比如所谓的门槛效应 你有没有走进一个房间 然后突然忘记自己为什么要进来的情况 这就好像你的大脑在你穿过门槛的那一刻 决定重置你的任务列表一样 最后,我们不能不听那些让我们陷入深思的哲学问题 比如,我是谁 这个问题就像是迷宫中的一个无底洞 你越是深入思考,就越可能陷得更甚 但别担心 这也是探索意识迷宫的乐趣所在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带你去往何方 所以,亲爱的探险者们 带上你的好奇心 让我们一起在大脑的迷宫中迷失和发现 享受这场思维的旅行吧 只是别忘了,出口总是存在的 通常它就藏在一顿美味的午餐或一夜的好梦之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神经元的狂想曲 脑内的交响奇遇 各位尊敬的听众 今天我们将一起踏上一场非凡的旅程 穿梭在人类最为复杂 最为神秘的器官 大脑之中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进入神经元的狂想曲 脑内的交响奇遇 首先,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打破大脑的神秘面纱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大脑是一家公司 那么神经元就是那些不知疲倦 喜欢八卦的员工 他们通过电子邮件 电信号和化学快递 神经地址 不断地交流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了 从我饿了到我爱你 再到我该如何解决这个数学题等等 是的 你的一切思想 情感 记忆和动作 都是这些神经元八卦的结果 现在 让我们深入探索这场交响奇遇 大脑中有大约861个神经元 他们通过大约100万一个图处连接在一起 这就像是一个拥有861个音符的乐谱 每个音符都可以以不同的节奏和强度演奏 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旋律 这场交响乐是如此复杂 以至于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完全解读其全部的奥秘 想象一下 当你在听音乐时 你的听觉皮层区域的神经元 就像是一群狂热的音乐粉丝 在那里摇头晃脑 跳动不已 而当你在解决问题时 你的前额页就像是一位严肃的指挥家 指挥着一群神经元乐手 精确地演奏出解决问题的旋律 但是 不要以为这些神经元总是和谐的工作 有时候 他们也会出现失调 就像是乐队中的某个乐器 突然走掉了 这可能会导致情绪波动 记忆问题 甚至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比如 阿尔茨海莫病 这就是为什么 神经科学家们像侦探一样 不断地寻找方法 来调整这些走掉的神经元 恢复大脑的和谐 在这场狂想曲中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神经元 比如镜像神经元 他们就像是大脑中的模仿大师 当你看到别人做某个动作时 这些神经元就会激活 仿佛你自己也在做同样的动作 这可能是我们同情他人 学习新技能的基础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每次我们学习新事物时 我们的神经元就会建立新的连接 这就像是在大脑中 铺设新的道路 或者在交响乐中添加新的乐章 所以 不要停止学习 不要停止好奇 因为你的大脑 喜欢这场不断变化的交响乐 各位 这就是神经元的狂想曲 脑内的交响奇遇 希望你们喜欢这场奇妙的旅程 并且对大脑的奥秘 有了更深的理解 记住 每一次思考 你都在指挥着一场 宏伟的交响乐 谢谢大家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探索了 大脑的喜剧俱乐部 意识的迷宫和神经元的狂想曲 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大脑是如何在笑料中活动 思维中迷失 以及神经元如何创造奇妙的旋律 在大脑的喜剧俱乐部中 我们了解了 笑话是如何在大脑中被处理和评估的 不同的区域负责不同的任务 确保我们能够体验到最佳的幽默感 每个人的笑点都不同 这也是大脑的个性化喜剧定制服务 在意识的迷宫中 我们发现了大脑思维的跳跃和错位 有时候 我们的思维会在迷宫中迷失 但也正是这些迷失让我们能够体验到 思维的奇妙和创造力 同时 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哲学问题 让我们对自己的存在和意识产生了思考 最后 在神经元的狂想曲中 我们了解了 神经元是如何通过电信号和化学快递 进行信息交流的 大脑中的神经元 就像是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 创造出无数复杂的旋律 这些神经元的和谐与失调 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情绪 记忆和思考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大脑是一个充满奥秘和魅力的地方 我们的笑声 思维和情感 都在这里诞生和演绎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你们对大脑的工作方式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 我邀请你们和我一起进行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大脑的其他方面有什么好奇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进一步探索这个神秘的六度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